那咱们那时候聊了多久 我俩聊四五年 大爷搞网练发 说说亲情第一爱情第二 大妈一看这老头是挺多 要不还是算的吧 这个大爷工作不一般 在供电所几十年 一直为咱人民服务 供电所 供电所 就是以前能从 朝着你收电费 无险一斤给你交了吗 就 无险一斤给咱大爷这么一交 那也是一个体面工作 虽然大爷住的是平房 但耐不住家里大 说是把红娘惊遭了 这块都这块全是咱家 对都是 咱家这么大 咱俩多大面积啊 这个都有 二百一八十 别看大爷是单身家里 手势的那叫一个整洁 人家还有一排书 看来咱大爷还是文化人 爱好就是书店看看书 别说这还整个大爷嘚瑟的 人家看的也是心灵鸡汤 这本书是漂亮 心灵鸡汤 就想问问答应啊 咱们那么喜欢看鸡汤 是不是经历了啥 人家看书都能从书中 得到启发 好家伙这就是文化人的魅力嘛 更觉得是大爷 还把感悟记在空间里 咱们觉得大爷那么时髦的懂得还不少啊 咱大爷还是咱大爷 人家网恋都搞过 也算是网恋之玩意 但我俩交往也挺容易的 他是网友 他是哪儿的人呢 那个是内蒙的 咱就是说大爷挺长情的 不问网恋之玩意 还是不希望大爷去搞了 一定被人骗了感情 有的大爷哭的 大爷也挺奔放 差点没去跟人家奔现 因为他的标准就是说 让我去 我去不了 因为我老弟挺老实的 我不想让他 自己带他一个地方 还在大爷觉得亲情比爱情重要 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不过大爷离婚也是因为 把亲情看得太重要 咱也能理解大爷的做法 毕竟孝顺父母很重要 大爷孤独久了也想找个伴 也没啥其他要求 就是希望能对自己家人好 我对年龄和长年 没有弄出要求 就是对待我的 不得不说大爷这底线 也不是很难满足啊 不知道这位台大妈 会符合大爷的要求吗 这大妈可是不一般 每天收收房租 打倒一下卫生 自食其力养活自己 把生活过得有自有威的 这俩人一见面 大爷还是觉得大妈很不错 但大妈可就不这样想了 怎么都觉得这大爷太老实 这大爷可是接二连三的提问题 问到大爷最看重的亲情问题 可是给咱大妈走无语的 一姑娘一儿子都结婚了 何不在身边啊 那我说这样 我说不是说挑一毛病了 就是我自己的观点 他这样应该就 应该把你结到一起生活 快听听大妈怎么说 除了你俩儿子结了婚的 你俩俩俩过来 你俩一个俩就差不多了 大妈一脸不耐烦吓得 大爷不敢说 大妈就看不上 他们不会办事的呀 大妈说的很有道理 离婚后自己不想耽误 儿子的生活 自力更生也很好 离婚呢不就出来了吗 离婚出来的 出来影响儿子结了婚的 影响两口过来 你俩一个俩就差不多了 好在咱大爷会缓解尴尬 一马阐述了观点 就对待我是三个姐姐 两个弟弟 一会儿离婚 就对待他们几个人 去什么程度 就说你对待你一个人 这俩人在这方面观点 还是出奇的一致 那俩人也是很投缘 不过咱大爷要求也挺多 提完这个说那个 没看见大妈表情不咋的了 好在大妈爽回 没把大爷当回事 提到去吃饭的大妈 也一点没矜持 那好吧到远离吃一口 实在无聊完了 台大姐的好性格 让齐大哥很有好感 不过在点菜这件事上 大妈可是有威慈了 大爷不太会点菜 尤其是要水时大爷 可把大妈逗漏了 你不要别人要呢 就这一块 大爷给大妈的印象可是不咋好啊 大爷在待客这方面不是很熟练 那大妈是一点也没惯着大爷 有啥话就直接说出来 毕竟人家是气啊 人家来了 是 我这种关系 我这种 不行 不能一点没有吧 大妈那表情可是把大爷吓到了 怎么都觉得这时候大爷有点可怜呢 提到大爷儿子还没结婚 那大妈可有大意见了 觉得自己啥事都美了 跟着你呢不是自找麻烦吗 别说大妈想得还挺有 这相亲的是因为大爷儿子没结婚 也就告一段落了 俩人在性格这方面还是很有差距的 大爷太老实大妈太强视 这俩人在一起看来是真的不合适 红娘又给咱大爷介绍了刘大妈 这一进屋可就发现大妈这打扮这气质 是真的显年轻啊 这这么年轻啊 太年轻了 大妈也挺可怜年轻时 丈夫就车祸去时 自己到处打工挣钱 才养活了这个家 到现在大妈也没劳保和存款 日子过得也就普普通通 大妈不想上农村日子太苦我不去 双宝大爷也无奈 大妈苦了大半辈子 那种辛酸只有自己之乐 老了老了自己也孤独 大妈也没啥要求 就想找个能对她好的 大爷想找个能对自己家人好的 这俩人的出发点 不过都是想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不知道俩人见面会发生什么呢 这刚移进门 大妈可是利用那火眼金睛 把咱大爷上下打量了好多次 把大爷都给看着心虚了 快点解释自己不会打了 虽然咱穿的不好 但不能代表不重视这个事 大爷不亏是看过书的人 这花一出现就觉得 有一股知识的味道 大妈直接说自己没劳保 咱大爷也不讲究这种事 还说大妈挺真诚 不过咱大爷毕竟是相亲 这紧张的都不知道说啥好 但咱大妈可是一点没切啥 有啥紧张的看人就是这演员 大妈直接说自己性格不咋好 就这个急脾气都是个大问题 不过咱大爷性子慢啊 俩人正好可以互补 别说大爷大妈也是这么想的 这对彼此的好印象那是蹭蹭往上涨啊 不过说到大爷的底线 大妈的抵触情绪大爷也是感觉到了 说到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大爷不能离开农村生活 大妈也是有一件 因为自己也不能离开家 俩人在这方面也就有了分歧 毕竟感情的事及不来是两个家庭的事 希望俩人都早点找到自己的另一半